台海關係當然美中是關鍵 所以才會拜登的國情之文 引起了很多的關注 但剛剛我們提到 拜登在談到美中關係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台灣 台海必須要安全穩定 不過我們把這個談話的比例 用圖來分析的時候 就一眼看得出來 到底用最多詞的是什麼 然後包括以哈衝突 移民 經濟 就連墮胎罪都比我們 他在講到中國的時候 出現的詞還要多 中國的比例算是最少的 只有一分多重 他發表的這一場 第三次國情之文 也是今年最後一場的演說 超過一個小時 大家關注也是因為影響了 他接下來的重要的選情 這個過程思論裡面 就特別說要跟中國來競爭 外交部 中國的外交部回應了 他說拜登的說法是 希望跟中國競爭而不是衝突 而美國現在正處於更強的地位 贏得競爭 毛利的回應是 不管誰擔任美國總統 中方始終互相尊重 安平和平共處 和平合作共贏的原則是一樣的 要這樣來處理中美關係 但顯然現在很難 真的這麼的和平理性 很多的攻擊跟衝突性的語言 越來越多 例如就連中國大陸的法國的駐大使 盧沙也都講得很硬 他說是戰狼來了嗎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已經成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了 是一頭大象了 不可能再躲在樹後面 所以韜光養晦是鄧小平1999年 那個時代可以提 冷靜觀察 穩住正腳 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韜光養晦 已經韜不了光養不了晦了嗎 這種鷹派的言論 一定也在中國大陸內部 越來越抬頭 而中國大陸做了一系列的動作裡 要對抗美中衝突裡頭 包括了刪除美國 這個行動叫做一個 Delete-A的行動 是什麼呢 從一直2022年開始的 就要求暗中發布的這份文件被曝光了 說是79號文件 要求中國內部 包括金融 能源 各方面的國有企業 都限期在2022年前 要汰換IT系統 有外國軟體統統要殺掉 殺光光外國軟體 尤其是美國方面的影響 對於這些企業的心理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不祥之招 怕什麼 就是怕是不是真的完全脫鉤 甚至有更高的衝突 不在其中 而目前據說 這個指令實施到現在 根據報導的話 已經見到成效 Delete差不多了 然後接下來呢 兩邊Delete越來越多 越沒有更多的善意的時候 美國國會兩黨 更是現在選舉期間 要以禁T-TAC 來做強硬的一個做法 拜登還特別回應說 只要國會這裡通過了提案 那他就會簽署 因為在美國使用T-TAC的人數 1.7億的這個用戶 權益會被影響 要求字節跳動 這家公司的165天 必須出售 讓其他的公司來接手 某公司不出售的話 就要全面禁用 當然也引起了一些反制的消費者行為 包括抖音 也向用戶推播通知 以白色大字黑底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寫 停止關閉 STOP 停止關閉T-TAC 現在要發聲的這樣的文字 鼓勵用戶去致電給國會反對這樣的法案 那麼果然這個眾議員蓋拉格就辦公室涌入了很多接不完民眾的成型電話 抗議要求不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用呢 在美國的這個民主國會的運作方式有用嗎 但說現在驚喜大不同的一個人是誰 川普現在在呼聲很高 接下來的競選連任競選的挑戰裡頭 所以他卻跳出來捍衛T-TAC 這很難得 過去他也是抗中的 但是他說 如果幹掉抖音 那臉書跟祖克伯的業務就會翻倍 因為可能上次大選臉書對他很不利吧 所以他不希望上次選舉當中作弊的臉書會做得更好 他說臉書才是美國真正的敵人 可能大家在盤算這些政治資源的時候 先想的是自己的利益這也是必然 亮哥 隨意美國對於中國現在的態度 現在拜登顯然還希望在穩定當中控制 來選舉當中是他的戰略嗎 不少你那個第一張圖就看出他那個國情之文 幾個大主題 那大概也是跟川普有分歧的就是這些大主題 比如說民主 那就是在強調他有價值 川普沒有價值對不對 那以色列大概是民主共和共同的主題 那墮胎權就是民主黨要堅持的 那反移民就是共和黨要堅持的 事實上大概目前兩個黨主要的真實議題就是經濟 然後烏克蘭戰爭還有移民 那反中坦白講兩個黨都差不多了 所以所以基本上就是拜登不能示弱 所以才會看到TikTok這種議題又浮上來了 那他知道直接去禁 那美國最高法院可能不會同意了 你沒有這個權利你要有證據 所以他現在就轉了一個方向要求 北京的母公司要把股權賣掉 那北京母公司目前占TikTok的比重 我估計至少還有七成 因為他前一陣子在跟那個美國像Cisco 在合作的過程當中有轉移部分的股權給美國的公司 可是絕大部分股權還是在北京的手裡 就是直接跳動這家公司 坦白講這個也有憲法的爭議 你憑什麼叫一家公司要賣出他的股權 侵害私人的產業 除非你有證據 說他做了某些事 不然坦白講也是可以提告 憲法還是保障他們的 因為這個議題在川普2020年 2019那時候就搞過一次 那結果沒有結果 因為我是覺得一定會有一些法律界的人 出來幫TikTok的忙 就是說你沒有證據你憑什麼立這樣的法 所以這個還有得搞 而且因為使用TikTok美國人 然後用這個來賺到錢的人還不少 因為他也用這個來帶貨 事實上現在中國抖音 主要是一個帶貨的平台說實在 你如果去看過中國的你就知道了 他跟TikTok還不太一樣 TikTok是以個人的節目為主對不對 可是也有一些人應該使用帶貨了 所以你也會得罪蠻多一些個人的小公司 他就賺到一些小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有得走 至於中國大陸那個刪除美國的行動 這個事實上就是從華為來的 華為就是希望他的製造的過程 不要用到美國的零件 因為他被美國制裁成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大陸有一些國營公司就想要跟進 目前大概比較明顯的是 比如說桌上電腦就不要用DALE的 比如說網路零組件就不要用Cisco的 大概是這一些 可是會不會擴散到其他的民營公司 現在還不知道 而且是不是所有的國營企業 還是說他有列舉跟資安 跟國安比較有關的國營企業 這個目前他的規模還不知道 可是真的有在執行 真的有在執行 因為這個是好像是華爾街日報拿到了爆料 聽說只有一頁 叫做79號文件 他們一開始也半信半疑 可是經過查證是真的有在做 只是不確定他的範圍有多大這樣 我認為這個態勢在今年就是很不樂觀 美國因為在選舉 所以對中國尤其是科技戰 我認為只會越來越上綱 越來越沒有明顯的標準 就他認為是就是 所以這個當然就會使得中美要做生意 的不確定性就會急劇升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毅在兩會講的演講 事實上他對美國也是相當不客氣 所以中美在今年我認為是關係 我們可以說是最糟的一年 明年會不會再招現在還有的觀察 是當然美中現在是 處於互相刪除的階段 我們全面不准用華為 中國全面刪除美國 但其實比較模糊 跟我們前一段的議題是一樣的 你要認定人家違法 比方說第一級的定義 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主觀認定的時候 自然就會變成 越來越政治意識形態的口水戰了 教授 其實TikTok這一次在美國眾議院 它這個叫做能源和商務委員會 全票表決通過50比0 但通過什麼東西 說你必須要在165天之內 剝離你旗下的TikTok應用程序 跟中國的母公司 就是自己的跳動 否則TikTok 將會在各大的應用商店 被禁止上架 被禁止上架 現在TikTok有多少人在用 在美國1.7億人 1.7億個用戶 這是外界的統計 TikTok自己的統計大概1.5 美國人口多少 3.3 兩個人用一個 兩個人就有一個在用TikTok 這樣子的情況 他當然知道這個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通過 你要到院會通過 你參與院要通過 你拜登要簽字 然後你可以把它告上法院 All the way可以到最高法院 一定會被駁回 因為這違憲 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但各位 為什麼50位議員這麼多 要對TikTok下手 他真的怕中國大陸透過TikTok 來去掌握美國的資訊 年輕人對不對 他就像是另外一個網連汽車 你到哪裡 他都可以知道這些資訊 No 各位 去年12月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一篇報導 就講出來真實的話了 TikTok是上面 呈現最完整加薩戰爭的 所有的一切 華爾街日報在去年12月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年輕人上了TikTok 就馬上看到加薩戰爭 所呈現出來的這些層面 但不是我們應該要告訴他們的 應該要告訴他們是 哈馬斯怎麼樣實行恐攻 然後到了你就看到了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就有文章在提到 這個TikTok事實上是教育我們美國 對於所謂反友主義的擴大 因為他太真實的呈現 所以就後來TikTok的董事長 不是在美國參議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 出現那個窮狀嗎 那個叫做Jazz Cutton 自己都搞不清楚 Tom Cutton Tom Cutton 你有沒有中國國籍 你有沒有什麼 問了大一大堆自己搞不清楚 但是TikTok還是退浪 他後來在那個點擊的數量上 把他給拿掉了 因為他會數量上會呈現說 他會幫你推 然後會告訴你說 哪一些影片是受到重視 受歡迎 各位 美國的議員 之所以在追殺TikTok 除了因為是他背後是 大陸的母公司之外 現在這個根本不可能真的成案 所以才會50比0 關鍵是他對於整個 這個加薩之間 對於猶太集團 在美國的影響力 會產生很嚴重的侵蝕 美國猶太全國委員會 在他的網站上就會很清楚 這一次的超級星期二 他新支持的就有32個 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 他說全部當選 有多少 有10個是西班牙裔的 有多少 有10個左右是進步派的 他都把它列出來 然後他是後面一句話 我們非常高興支持 以色列的民主黨議員 能夠繼續的連任 32個雖然不多 但是他顯然是挑的 這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裡面呈現的是 是美國的真正的深層政府 深層政府什麼意思 就真的在操作 影響這個國家決策 而你看到的表面 也許是一個美中之間的對抗 但裡面可能是另外一個 更深層 更複雜的東西 張勳 美國跟大陸之間 除了這個 剛才所講的TTAG這些軟件之外 我認為還包括了這個經濟 經濟這一方面的競爭 因為美國的這個國債 今年從34兆開始 34兆美元到今年年底 可能就突破37兆美元 因為它的國債利息的增加 還有它的貿易逆差 會造成美國的這個國債壓力 越來越大 這樣美國在經濟這一方面的話 表現可能跟大陸之間的 貿易競爭 或者是經濟上的競爭 或者是科技上的競爭 就會受限 因為這是美國的底氣 就稍微弱了 因為經濟的關係 而且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總統大選年他要考量到經濟 因為想要連任就要 把經濟搞好 這樣的話 美國跟大陸在經濟這一方面 美國會考量的會比較多 第二個就是說在國際因素 國際因素的這個 目前俄乌戰爭第三年在打 這個尾巴衝突 美國已經動用了三次否決權 要以色列停戰 動用三次否決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壓力 也是滿大的 而且還包括鴻海的 夜門的胡賽主持 還摧毀了這個貨輪 滾裝貨輪 都會造成美國在這一方面 很大的壓力 這樣的話跟中國在這一方面 是不是有時候 除了競爭之外 不要忘了會有合作 我的認為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畢竟中國大陸的 它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它有這方面的影響力 最重要的我們回到 我們講到回到軍事這一方面 回到軍事這一方面 美國的 全世界的軍火市場佔40% 全世界 美英國防預算通通架起來 全世界這195國 通通架起來2.2兆美元 2.2兆美元 大家知道 將近有三分之一要買武器的 那個美國佔有全世界的武器市場 40% 所以美國在這一方面你看 包含這個俄乌戰爭 美國武器供不應求 對不對 尾巴衝突 吸腰拐 C5A的飛機 不斷的往以色列運 以色列所需要的這個武器跟火力 是這樣 那我們看 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所定的F16 都delay一年多了 台灣還包括買了 海馬斯火箭還沒交貨 MI-2還往後交貨 也包括了海上衛士的無人機 也延後交貨 都受到這個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 美國在這一方面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是有些區域是有爭端 是有戰爭 是有衝突 是有矛盾的狀況之下 你看美國那個軍工產業 供不應求 所以你的單子都要往後面去挪 因為這些馬上線上所要使用 都要插單進來 所以你看美國在這一方面 因為他在軍事上還是在這個 國際的領域當中 他還算到目前為止 還真是獨佔凹頭 而且美國在這方面 他會操作 如果沒有操作 可能二物戰爭 可能在去年就已經結束了 但是美國在這方面 他會有策略性的操作 這樣美國在中中 才可以獲得到他所獲得的 軍事上還有軍工產業上的效益